继续来关心开冰台风带来的风雨明显的增强 那么在花莲市具有许多的路数倒塌 还有招牌是直接被吹落 拍摄民众都忍不住尖叫 更有变电箱 电线爆炸起火 还有骑士扛不住强风 连人带车吹倒 画面让人看得触目惊心 狂风暴雨下二楼招牌碰的一声 硬生生砸在地上 拍摄民众看了也忍不住尖叫 凯米台风来势汹汹 花莲市区首当其冲 地板上全都是木板和锻炼木棍 就连铁皮外墙也一起被压在地上 整排红白帐篷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难以想象这里原本是一家露天咖啡厅 不仅如此 花莲市区路上还出现超巨型摩爱祥 摩爱祥倒在路中央 原来这是咖啡厅的顶楼造景 却也不敌凯米强风 花莲市区马路上随处可见机车脚踏车 整排被吹倒在地 放眼望去金三角商圈路上 也都是躺着大大小小招牌 甚至有整面招牌掉落时 直接砸中路边的白色轿车 就连停在路旁的小货车 也不敌强风被吹翻侧倒在地 甚至花莲还出现电线打劫爆炸 其火燃烧情形 爆炸当下天空瞬间闪烁景象 触目惊心 而在咖啡厅旁的变电箱 更是不断串出火光和浓烟 一旁还有路数被吹断 树叶和树枝占据车道 花莲市区受到凯米台风侵袭 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后续的复原重建 恐怕还得花上许多心力 记得综合报道